- 正经关不了,关不了正经,大家新年快乐,在过年的期间呢,我们要来谈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就是 - 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或者是说在蔡政府执政的,挥别过去八年,有两样东西特别多,这些东西在政坛不是新闻,但是像这么密集,确实是新闻,这两个问题呢,我想从盘古开篇以来吧,因为古时候就没有学位的问题嘛,古时候只有桃色纠纷的问题, - 那从民选政府官员以降,从来没有一个朝代,像台湾现在这个状况一样,傍眼全世界大概也不见得,找得到这样的例子,就是,政府官员民意代表,纷纷因为两件事重见落马,而且几乎全部集中在民进党,执政党,一个是逃色纠纷, - 一个是学历造假,这两件事情啊,可能史上没有找到,第二个像台湾现在这样这么昏庸的年代,这个桃色纠纷啊,真的是,不断啊,所以蔡同学的,蔡英文的执政八年,真的是一个,桃花满天飞的年代,另外就是,学位造假,包括论文,包括抄袭,包括各种各样光怪陆离的情况, - 数以至之,为什么,为什么就是这八年特别密集呢,是,是这个,嗯,拔字不合呢,还是流年呢? - 拔字不合,倒是不至于,应该说他们的习惯呢,完全没有进到这里面的节奏啊,因为你想要拿学历来装潢自己啊,这个装潢效果当然是有,可是你取得学历的方法呢,你偷机取巧,你没按照正常的步骤, - 那么一旦上路的时候啊,就会所有零件都掉下来了,现在呢,正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人知道,而且,怎么样民进党里面呢,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做过正统训练的人,可是呢,大家只要发现,你只要认真的去按照正统步骤去走,就是旷日费时,他需要的硕博士时间呢,最少最少,硕士加博士,都是七八年起跳,而且这个过程里面,你还不太能去做别的事情, 这样一来啦,认真读的,实力扎实的,他很可能就因为时间耗掉,所以他在政治的道路上呢,就迟了很多步,甚至呢,根本就跟不上步伐,那当然对他们来讲就很火大,所幸呢,爆料那些其他的通常同志,你们是怎么作弊的,我把你给爆料出来,我还出一口气,所以这种心态呢,很正常会发生,那, 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到2023,所有被爆料的,基本上,不是国民党他自己发现的,而是民进党提供给国民党的,那最关键的当然是,林志坚的两篇论文,我们后来也知道提供者,是跟新竹市当地的这个绿营人士有关嘛, 那么,现在呢,呃,我们仔细看看,事后的整个总检讨,会发现,在过去的这个大约18个月里面啦,还真的很精彩,四处有人想要爆料自己的通常同志,而且他们非常清楚,每一个人啊,你有几两众,你做了出一些什么玩意儿来啊,这个,妙不可言啊,我们从宜兰那边的江冲烟就知道啊,这江冲烟大概知道,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啊, 主要是跟黑道有关,而且呢,还有相关的这个,这个刑则过程,所以呢,虽然他的姐姐也是个美大的博士,可是呢,不等于弟弟就是,结果他那个硕士呢,就被他给揪出来,因为呢,他在宜兰表现如何,大家是很清楚的啦,好,我就在这,为了节省时间不多说,我们再赶紧绕过来啊,从宜兰绕过来,你会先经过基隆,结果呢,基隆蔡思琳他的博士认文呢,台北大学一把判, 不行了啊,好,那基隆在旺上绕,绕到哪儿,淡水,淡水的何博文也中奖啊,也是在选举前中奖啊,造成呢,他真的是溃败啊,变成是他,等于让给他对手,当他的对手呢,变成是全国最高票的立委啊, 好,那你接下来绕过来,就很快的,淡水绕到这个领口接着就,呃,桃园了嘛,桃园就出了两大将嘛,不就是郑文燦的村长论文,还有林志坚那两篇嘛,林志坚还有一篇,要算新竹的嘞,好,好,接着就往新竹,高宏安,高宏安,停一下,停一下,这要讨论一下,高宏安,高宏安事件算了了吗? 高宏安事件没有了,因为呢,他的案子还在审嘛,而且呢,现在才刚,等于是刚开庭而已嘛,所以换言之啊,他这个事情啊,能在两年内审完啊,都算快的啦,因为他自己不断的,这个要表示他无罪嘛,而且郭宾宛有很多人在后面天彩火,我对这个案件啊,真的呈现认为,我在这里是没有党派的成见啊,就是真论文跟假论文,真就真假就假,他不会因为蓝的绿, 这个是,对,所以这个事情,我管他是哪一党,你这东西真的就真的,假的就假的嘛,但他目前他那篇论文的情况呢,就是是一个版权问题啊,所以呢,他事前已经有别的发表啊,所以当然在Cincinnati那边就会变成这个东西是不作数的,而且他整个在Cincinnati的所待的时间,正好就是满足交易部所规定的18个月啊,也就是550天左右啊,嗯,那, 谁都知道这550天要修学位,要考资格考,又要写文啊,还要有这么多生活上的调节,哪有可能啊,好,我跟你讲啊,欧老师,我跟你说真的啊,在国外,嗯,有一种状况啦,我们先分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啦,嗯,自然科学呢,确实有天才,嗯,社会科学呢,没有天才,嗯,就算你是天资聪颖, 教授只会希望你再多读一点书,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在国外,你的那个两年的 修课,跟至少一年到两年之间的研究,不管你如何天资聪颖啊,你是卢梭,是孟德斯鳩 都,都一样,你就是必须要把它扎扎实实,那你比较聪明的人,知道教授就会说,那把你的期望调高,同样是4年啊,三到,三年半,四年半,五年半,六年半,我还有一些,曾经担任过马英九时代政务官的学长,在威斯康西,待了9年啊,他是很笨吗,没有没有,天资聪颖,他很混吗,没有没有没有,念书念到头发都白了, 那为什么,因为社会科学的东西是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终极答案的,不像自然科学,你说我做一个什么方程师,我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制出来,做完做完就毕业了,所以社会科学,你如果表现好,老师会教你更好,那就要看你跟老师之间的默契,你们要磨到什么时候,好,这个就是一个你们之间的deal,如果你说老师我要留在美国教书,他就会要把你磨到一个他认为, 可以放你出去,不会丢他的脸,如果你刚才讲说老师我要回台湾教书,他可能会把层次稍微降低一点点,好,这我讲时代化,就是在国外你的教授对你的期望是这样互动来的,如果你今天是理工的人,你可能可以稍微缩短一点,但是你的博士班没有两年,没有人会放你,就是有些人真的很厉害,像我有有些同学,台下电机系第一名毕业,然后Berkeley三年就拿到, 他其实不用三年,他其实一年就可以去考资格考,真的,以他的实力,搞不好台下电机毕业,他就可以去考博士资格考,直接跳过去考试,那你知道理工这种东西就是,文科也是一样,我们就是考试嘛,考完多少分就是多少分,一翻两瞪眼,对就对,错就错,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那资格考没过,那你就拿一个硕士,鼻子摸摸,把课修完,去业界做事, 资格考考过,你进到博士班,你到博士班以后呢,你在论文,你要写一年也可以,写十年也可以,随便你,那你就慢慢磨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从来没听过有一个人十八个月,可以连修课拿硕士,拿学位,更何况,我印象中,他的硕士不是在星期大体拿的嘛,对不对,不是, 对,应该在台湾嘛,有一种人,有一种一点点可能可以缩短半年,比方说你硕士在威斯高斯,你博士也在威斯高斯,好,那你的硕士的课程,那个博士课程可以稍微有一点点互相运用,然后往前滚,好,所以我说,蔡英文的例子就是很明显吧,你的硕士在Cornell是没有论文的,是九个月,三个semesters,三个quarters,就可以毕业,他把它乘以二, 念了六个quarter,也就是念了将近十八个月到两年之间,一年大概八个月左右,没有论文,所以你的这个硕士虽然是Cornell,你到了英国任何一个学校,他会把你当成是一个没有从事过研究的外国人,重新抄起啊,重新来过啊,除非你有硕士论文,而且写得很好,他们看完以后,跟你谈过以后,发现说, 你确实有一个研究的底子,那也许有些东西可以喂掉,所以,以高黄胺的状况来讲,我不能够用很严格的标准来说,他是取巧或者是买学位,但是这个过程确实是, 让我们这些在海外,兢兢业业业读书的人来讲,确实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但是有没有到那个踩到红线或者处罚呢,这个我就不敢说,也许, 因为Sincinnati这个学校台名很后面,就是说美国有不同的学校,你是前段班的,中段班跟后段班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我只能这么说, 在美国你要靠裙带关系弄个学位,也没有那么难啊,人性是共通的,腐败是哪里都有的,但是顶尖学校比较困难,但是你说顶尖学校比较困难,蔡英文活生生的给你弄个例子, 伦敦政经学院,刚开始我有个古道啊,我觉得不可能啦,林奥强教授,贺德芬老师这个东西,我觉得有问题啊,我只知道说他论文找不到,但是我还是不是怀疑说他到底是假的吧, 因为我一想伦敦政经学院怎么可能假,于今看来啊,我一直很相信林毅士说过的话,行政院前秘书长说一句话,他连中华民国政府这么大的行政院,都只有两三个人在上班啊, 所以哈佛大学如果真的只有两三个人在上班,你也不要觉得很奇怪啊, 很多年以前,横跨海峡两岸,有两个不同的政治浩劫,有两个家庭没能躲过这两个不同的政治灾难, 后来,这两个破碎的家庭重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 我相信,一个民主的梦想,安居乐业是很多人的梦想,让我们继续努力完成梦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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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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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个可以提发呀 然后到了这个云宁啊 就看刘建国在南华大学旅游所那篇啊 看了知道这个时候我还认得啊 这篇的也很有名啊 南华大学也觉得这个头上冒烟啊 真是麻烦 因为他们是宗教学校 刘建国 他怎么会去念的书啦 你帮忙忙啦 我们都认得嘛 不是我们没有看清他啦 就是说他都不在这里啊 我还在南华大学当这个教授 所以他见到我也是韩老师的 人倒是挺客气 那不过呢 他这个论文 对对对 但是这个论文呢 终究是出了问题 其实民党很多这个真正人物 在中南部的 是出自于南华大学 那我们再看看 那难道其他大学就没有吗 不不不 那个台南的第一选区的赖会员 他来中正大学 这也是在这个嘉义拿的选位 也出了问题 所以你看台南也中奖了 对吧 接下来高雄 台南很多 那个光是被踢爆的林怡景啊 什么李玄教啊 那个 那个刘青田老师 他光提告的就好几个 对对对 那就是叫做这个朱帆不及被宰 然后特别台南这个地方 又非常重视学历的地方啊 好 那到了高雄啊 你看看那个之前的李梅珍 然后现在有的李博弈啊 也都是 那这民进党的这个数量呢 就特别多 国民党呢 不能说不多 但是呢被爆料出来的相对少 或者被发现的相对少 那为什么是这样 好 有两个 第一个呢是民进党他们是搞运动的 他们既然搞运动就没时间去做学问 可是 现在官开始要大了 需要有学历来衬托 选举嘛 或者是往高处爬的时候 学历 至少拿个硕士好看一点 或者就是所谓的喜学历哦 就把自己的学历 对 喜学历最有名的 大家经典就是林志坚了哦 这是高宏安在批林志坚的时候的 的这个经典对白嘛 他说他就是一个这个夜间部的 这个大学生 然后呢 呃最后啊 这个拿了两个硕士学位 一个是中华 一个是台大 他言下之意就说他是许学历 不是他这种台大师大的哦 然后是匪陶匪所可以相提并论的 他们要说的是这个问题 是这个部分哦 那没想到他自己的在建设他人的时候 他自己也有挺多挺多瑕疵的哈 好 那么我们以这种喜学历作为代表来看好 那么全台湾这样的地方多不多呢 多 而且后来被翻出来 只是大家没时间去找 譬如说 这个海洋大学 有某个教授指导 海洋大学 对您召召 然后呢 中正大学 中山大学 或者是这个中华大学 对这种公私力学校都有这种 指导了三四百篇 两三百篇的教授 我们其实现在我们大概都了解了 你就算是专业很认真的指导 其实很难 你一辈子让你知道 你在三十年里面很难超过一百五十篇 也就是一年五篇 这是可以把你累倒了啦 没错没错你光是排 你光是排暑假或者是什么 你光是排proposal口试 光是排最后的论文口试 你光排这个东西 你看你一个人 你就那你不要指导 你就光出席这个 你就要拨两个时段出来 对不对 而且因为学生不是 第一年就毕业 他这个 他念的时间可能两年三年 他会有重叠 所以你同时也手 有一年五个 你可能同时有十五个 甚至二十个在手上 那个比你生这个十个小孩还麻烦啦 因为他们每个礼拜都要盯着你 跟你讨论他的论文的进度 然后要跟你讨论他论文的资料 你不能不读书 他一下就知道 他读什么你也得读什么 你知道五个同时间有十五个的话 你要读十五类的资料 那是头大 他每类资料至少跟他论文有关的 可能是五十本到一百本 那你十五个 什么一百 你同时要读一千多本书 那不是累死人 那就算我们砍半好了 七百本 那也会把人给累死 所以我真不认为 你能够指导在一辈子里面 能够超过一百五十篇 其实我问过很多国客会的各学们的召集人 其实他们指导的篇数呢 多半都是在一辈子到七十岁 都在五十篇以下 而这些召集人很多都是一些 很优秀的女性学者 他们甚至都做到所长院长这样的级别 而且都是在他领域是大师级的人 所以我从这样的标准来说呢 我自己还算是这个可告天地 因为我连同指导英文的论文 的瘦博士论文加动起来 大概就是四十篇 那手上还有的学生大概是七八个 他们也都可能还花点时间 所以我大概再给我七八年时间 也到不了五十篇的 所以我以这样的这个交互数据来分析的话呢 那么那些不管是民进党 或者是国民党 或者任何一党 会出现假论文的人呢 基本上他们是求述成 而且喜欢找那个可以述成的教授 因为总是有这样的教授 大家知道找他呢就是这个包过的 而且会非常的这个香甜可口 可是呢 他们不知道这后面要有代价的 是绝对有代价的 那结果现在这个代价都纷纷找上来了 所以很多教授知道问题来了 就开始自责 像中科大学那位教授就已经自行退休到业界去了 那只要人家不要再盯着他 他就没事了嘛 但是呢 其他学校就很难说的 中正啦中山啦台北大啦 或者是海洋大啦 这些就很难说的 甚至台大 那么我们现在来说 那民党这些人 他们会不会继续干这个事呢 因为在2022年以后还没有拿到学位呢 基本上就已经被吓坏了 所以国民党 还在念了呢 知道就不行了 你找别人写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不是抄的 因为你请他写 你怎么知道是不是抄的呢 所以你没办法找别人写 那叫他自己写 他没时间 写不出来 所以就看很多人就一直意厌中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 第一个他们受的训练 真的没有办法写 他们受的训练还不注意写 第二个 除非他在家里面闭关 全心写论文 大概半年到一年也许有机会 第三个就是说 你要看他底子好不好 台湾的民意代表 底子 我个人认为啦 你如果要念到博士的话 你的大学至少东海福大以上 好吧 那以下的就很难再往下 就算你的大学如果念的是东海福大以下的 你就很难在你的学术底子上 做很扎实的耕耘了 这样讲会不会得罪太多人 我可以补一下啦 那个台大校长管中敏 他大学是文大了 所以文大作为大学部也还行 他后来也做到中文院院士吧 那个要专案讨论 那个人要专案讨论 好 那我们这样说啊 就说这整个系统里面呢 事实上要造假难度很高 因为他的专业性很强 他要比这个一届造假 我觉得还要难 因为这里面他要注意的这个细节过多 一本论文要注意的细节可能超过500处 那熟视行情的人呢 马上一眼就可以看穿 我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啊 各方的电话 我接到非常多咨询的电话 包含柯建民办公室的电话 我就接到超过三通 不管是问高宏安的 还是问林志坚的 这个里面的规则 蔡英文呢就不用说了 他们想要知道这个核心的规矩 因为呢 立委熟悉意识规则 不代表他熟悉学校规则跟论文规则啊 我们天天在做这个学位审查的人 尤其我们做到学校的这个行政工作的话 那更是每天都要去注意这些法官 还要告诉这些教授们 你们要遵守这些规则 否则会出问题 这样的时候等于我们本身就是 这个大学学位授予法的这个法官者吧 就会更清楚哪些部分一定要注意啊 例如最简单的是 你全部完成口试完成 你没上传你还是没学位啊 你没有上传啊 就是你没有上传在央途这个系统 那你就不算毕业 不能在这个时候声称他是毕业的 必须要这个动作 没有缴交给学校 没有完成离校手续 这四个字是关键的密码啊 国外的大学也是如此 所以蔡英文什么没有交给图书馆 我管你是被狗吃掉 还是你的指导教授暴毕 还是突然天边飞来一只脱鹰般叼走 我不管 理由完全不用问 只要你没有缴交到图书馆 没有完成离校手续 门都没有 我应该这样讲 我念了书的Wisconsin 跟LSE算是世界顶尖大学的一环 这些学校规定都是一样的 你欠学校一个订书针 没有环你都不要想毕业 他们不是说小气 也不是说龟毛 而是这是一个学生 从注册到毕业的SOP 你必须盖完张签完名 那叫做完成离校手续 没有那张单子 毕业证书不会发给你 就这么简单 我还记得这个集中领通电话 我接的时候大概是中秋节前吧 这科考赵就跟我讨论 这个论文的真伪问题 然后我就告诉他 那个关键的行当要在哪里看 他听完说他非常振奋 我说怎么样 你是打算送我一盒月饼是不是 他说20盒 他说这个意见的贡献太大 准备送我20盒月饼 我说那你记得 这个记在账上一年一盒 慢慢送好了 所以高宏安 对他就在讨论他的论文 那我说我不管是谁的 我告诉你规矩就是什么 教育部的规矩是什么 学校的规矩是什么 我就按照客观的规律来说 那时候当然我不讨论到 他的立法院当时助理费的问题 那不是我要管 也不是我想管的事 他们特别就学位的授予 以及国内外学位的认证 还有论文怎么样 是真与假的问题 他里面有非常复杂的细节程序 那这一点连熟悉意识规则 可可总高 他都不熟悉 发现这是确实 对对这是个专业 那我估计全台湾 全台湾真的熟悉的人 大概只有三万人左右了 还不是所有的大学老师就熟悉 没有那么多 我跟你讲 你当过系主任 你都不见得熟悉 你要在教务处系主任 就是你要做过校型政治 这两个方面 你才会知道说 你这个学生的论文 你签完以后 装成一个信封 送到教务处以后 后面还有事情要做 还要核查一些东西 所以你光是系主主任 你只知道说 这个学生已经口试完了 指导教授签名了 然后口试成绩在这里 送上去 如果送上去到教务处 这个学生没有去教务处 把该有的章跑完 他一样毕不了业 对不对 你曾经检举过一个人 现在我觉得这时候就不要讨论了 因为人已经不在了 所以这就是这个问题出在这里 因为你当时讲的时候 我是相信你的 因为我的学生就有活生生的 口试完了 他因为觉得要改 有点麻烦 你知道有的时候 你口试完之后 知道教授要你改的东西 你真的会觉得头皮发麻 快则一两个月 慢则半年你都改不完 那他们又去做事 一晃就是三五年 到最后教务处催 催他还催我 说你有一个学生 口试完了 可是还没有完成理校手续 我打电话去找这个学生 那学生说 老师我真的不想要这个学位了 我真的太忙了 我说我拜托你 我求求你 我拜托你 我给你跪 你这样子的东西 你都不把他最后一笔录 你看你花了两年 修了课 花了一年写了论文 三金灯火五金鸡 未依消得人憔悴 最后你只为了最后的收尾 你不去改他 你就台大新闻研究所 这么扎实的一个硕士学位 你拿不到 我作为你的指导教授 我会遗憾终生 终生遗憾 所以老师第一次 拜托你 求求你 你每个礼拜来找我 四个礼拜 我协助你 把你最后收尾的工作做完 因为我实在是觉得太可惜了 可是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拿 他们不是轻探这个学位 他们真的是在业界忙到 没有心思动力 所以我非常了解这个状况 很多年以前 横跨海峡两岸 有两个不同的政治浩劫 有两个家庭 没能躲过 这两个不同的政治灾难 后来 这两个破碎的家庭重组 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 我相信 一个民主的梦想 安居乐业 是很多人的梦想 让我们继续努力 完成梦想 这个病毒 这非常爽准备 我们在这一边 我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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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t's like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Now that the apricorn sky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ve walked this road There's not an end I've surfed this sea Found no one day I've did some people What are your thoughts? 我最后讲一段 因为今天我们在这段 已经把时间几乎站满了 剩下一段时间 我愿意在这里给我们的观众补个课 就是说这个学位审查 在硕士的时候 一般在国内是三到四个 然后如果说博士的话 就变成是五到六个 这在台湾的规定是这样 但是你请这个口试委员的时候 其实呢 指导教授在找口试委员的时候 是有行当的 特别是整个口试委员会里面的主席 是这整个委员会里面的主席 这个人其实有一定的重要程度 那我经常被请去做这个口试寻查委员会 不但是校外委员 而且常常被请去做这个主席 原因是什么呢 我太熟悉里面的每一个细节 哪一个细节不能出错 因为很多指导教授是搞不清楚的 那他搞不清楚一旦出错的时候 他整个情况有可能要重来 或者要补件 他会非常麻烦 那我等于是一做进去 我就开始废话不说 开始检查每一个细节 然后呢 现场每个老师除了他们在问学生 问题以外呢 我就会开始叫没有问题的那些 其他口试委员们呢 开始就该注意的细节开始填表格 一个都不能漏 填完了之后就整个学生口试完 请学生出去 我们商量成绩 然后打完成绩 接下来所有的每个动作 这个时候都必须要齐备了 但这不容易 因为一般你就只是注意在听 在问你那些相关的表格 跟相关的细节会一直 有所遗漏 所以后面都会助理不断的追着这些老师们 要签这个要改这个 可能一搞又要搞个一两个月都有可能 但我如果作为这个学术委员会主席的时候 一般而言都是只要学生一出去 我们商量成绩 他们进来十分钟内 所有的名字 所有该签的 所有该注意到的标题 该填什么的 全部都没问题了 然后这个助教们就会很开心 那为什么这个也是在太多 对签了这个东西有两种签法 一个就是当场签 一个叫他改完以后才签 一样 就是说你要他改 你也必须要签好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论文是不是要改题目 还有他哪里出问题 因为有写上去跟老师有讲是两件事 因为以现在的制度就是说 你有写在那个表格上 他非改不可 你只是口头上呢 他就未必要改了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学生 他的整个行文非常口语化 那么旁边就有口识委员说 哎呀你这个全文啊 行文非常口语化 要不要就改一下 然后呢我作为主席说 我说这某某教授 他这一改可能要再三个月 好 而且他如果是口语化呢 可能也有一个好处 证明他不是操的 然后那个口识委员立刻就醒过来 发现我说那个三个月 他说哦对对对 这也代表你很有特色 后来那个学生在事后请老师吃饭的时候 我已经先回台北了 他就问那个口识委员说 我是不是要改那个部分 他说刚才欧老师已经救了你了 你呢就不用改了 而且这确实也代表是你的特色 绝对不可能是操的 就这样吧 而且他说何况我没有写到那一张 好 这个公文上面去 所以你这个部分是不用改的 你看这个细节都很重要 如果他写说 全文口语化 全部必须修改 他完蛋了 他非改不可 好 好学术的部分很沉重 我怕这个在过年时间呢 我们的同学睡着了 接下来为什么 为什么蔡英文在的八年 桃花满天飞 桃花舞春风 这个主要是民进党里面的习惯 因为他们运动型 喜欢搞这个各种街头运动的人 虽然后头已经都穿西装了 但他们前面的习性还是没有改 因为搞运动他很容易啊 在疲惫之余啊 就是找这方面来休闲 休闲两大类嘛 喝酒 等一下 疲惫之余这是休闲的 那种疲惫是更累吗 用脑的疲惫 他需要身体上放松 他一旦放松的时候 你就可以可以发现 他们就去什么维格啊 那些地方去休闲去了嘛 对那这个最早当然就是 那时候的吴玉生的维格事件啊 后头就发现其实 原来民进党也不妨多让 而且国民党的这种风气 跟民党还非常不一样 民党相对来说疯狂的多 疯狂 国民党在这个地方呢 相对比较捐借一点 比较斯文 对就比较重视传统的礼教吧 虽然他们也发生 但是呢 他会按照这个传统的这个 各种节奏进行 不会这么疯狂 一让而生下而易 总之就是说不会 正经来说不会那么狂野啦 不会像这个高雄的 某人跟某校的董事长 在什么游艇上这种事情 然后上面十几个姑娘这种事情 这个事不会发生了 也不会这么夸张的 就是对着镜头说 你看来了 我们来录了 然后是跟着自己的助理 大大大把自己录起来 还录了好几段 这种事情基本上在国民党这边呢 它不太会发生 你看它基本上都是被记者跟拍拍中的 还有一件事是国民党本身 不太会把自己同党同志的这个事情拿出来说 这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比较有趣的潜规则 而民进党他们是只要能够把自己同党同志给爆料掉 就换他自己 这个事呢 他们经常干 所以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文化 如果穿了衣服或者没穿衣服差异很大 因为他一开始所找的 国民党找的就喜欢找那些听话的 或者是一些所谓品学兼优的学生 他在学校吸收的时候就开始往这方面吸收 而且要找那种循规道具型的 就是你不会做各种逆向思考 不会老师对他的问题提出问题的 他们喜欢找这样的人 但民党不是 他们一开始找的时候就喜欢找那种能够去街头示威抗议的人 所以这一开始所吸收的人格型那就不一样了 对 对不对 比如说你同样看林非凡 他在年轻的时候那个性格 同样的性格他能不能进国民党 他进不了 对 那种性格就是民进党会吸收的 这个样态 对 你可以对比一下 那个相对来说国民党找的人是要乖巧的多 那只有到后来 后来有一些例外了 像后来徐晓星李正浩啊 这是后来的一些例外 因为他们都已经到年轻世代了 但是你如果往三十几岁那边去找寻的话呢 其实都每个出来都还是看起来蛮循规道具的 对 好 那我们这样讲嘛 赵天霖 罗志正 是最近被曝的两个人 应该是吗 对 他们都是都是内贼吗 那当然是 当然是 不然没有人有办法 那罗志正的状况你讲的我是听进去 我也听懂了 就是说有他的对手 同样是新北 磨刀霍霍 看上白里侯的同党同志 透过助理 想办法让罗志正的手机离开身体的时候 去把他用快速的方法把它复背下来 我的印象中啊 如果你的手机里面档案够大 你光是从iCloud下载 也要下载个半个小时 就是有可能罗志正忘记手机放在办公室被人家拿回家 iCloud下载 然后下载 有可能是他去开这个委员会 然后呢他没带手机 因为开会的时候常常手机不带嘛 对 然后呢他就放在办公室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星科委员 就算去潜水 都要带着手机 这样讲对吧 再不然就是你从来不要自拍 像我是从来不自拍的 我也不录音的 我的手机都没有什么这个 用太多的内存 对 就养成不要去录音 养成不要去做自拍 这可能相对是好的多的 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笨蛋 他自拍的目的何在 今天他的助理会看 他的老婆也会看 哪一天他不小心掉了 警察局警察捡过去也会看 这个简直就是一个很笨很蠢的行为 我真的是这么认为了 自拍的欲望跟偷窥的欲望是同一种欲望 这个我就不懂了 就是看黄色影片的欲望 跟自拍的欲望是类似的欲望 那我要问 他去跟蔡英文见面 跟苏贞昌见面 录音又是什么目的 就表示他自己的分量很重 他将来他可以传世子孙之类的 而且在关键的时候他可以秀出来 表示他的位阶非常的重量级 是这样吗 他已经还做这个会议记录不是 这是private talking 这是private session 你怎么会去录音呢 好那我要问你的是 罗志正出这么多的披露 一千一万两千个位置排得到吗 绝对排不到了 我只要给你举个例子 我给你举个例子 张华焕曾经是民党很重量级的人物对吧 对 好张华焕跟陈明文闹掰了以后 张华焕下了宪长以后 张华焕有没有位置 没有位置 好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苏志芬在这次选举之前 苏志芬有没有位置 苏志芬在下了宪长以后有没有位置 也没有位置 对 好 那没有位置我们就做一个分析 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他们本身 他们觉得你反正已经 也过水了 也过得很好了 也有很多了 我们不需要在你 第二个 他们在派系里面 缺乏非常举足心中的位置 人家没有必要绝对给他位置 就是你没有可利用的价值 在民进党内 也是应该很现实 对不对 或者你没有控制什么关键的资源 或关键的机制 那人家就不需要想到 例如陈明文 陈明文在 例如陈明文他在菜系很重要 对不对 对 那陈明文怎么样 人家都不会忘记他 所以陈明文跟陈明文自己家族的人 怎么样在菜系里头都会有一定的安排 对 而事实上陈明文跟他儿子现在也是菜系里面 少数还仅存在正常上 还算有一点未来的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地盘 嗯 那你其他的这个50多席的 呃民进党的委员们 或者是他们相关的乡镇 乡镇市长或者是县市长 事实上呢 真的属于英系的已经不多了 对 那老实讲 这个英系跟郑国会啊 还有绿色的年线啊 大概在2024年5月20以后 说不定就走出历史了 很多年以前 横跨海峡两岸 有两个不同的政治浩劫 有两个家庭 没能躲过这两个不同的政治灾难 后来这两个破碎的家庭重组 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 我相信 一个民主的梦想 安居乐业 是很多人的梦想 让我们继续努力完成梦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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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